这不简单 这么大年纪还每天 几乎每天都有写 很好 我们的很好的榜样 谢谢 高兴在网上认识大家 我就讲 我们已经看到 蔡丽安女士 她在线上然后 她也打开视频了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我们也打开视频 我们都来打开视频 她还在脸上 但是她可以看得到我们 谢谢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她是外国人 我以为她是华人 谢谢 如果大家可以 说英语 她可以 对 很高兴见你 我的名字 中国名字 只有一句 她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补充一下刚才看到这个视频 他平常是非常爱好的 见人的时候都把头发理得非常的美 那一天是被孟弟兄这个电话通知 充足忙忙也没有理头发 也没有这个换妆 就普通的这一样子 他就是这么可爱 就是他我觉得用最普通的话 他从来不装成一个什么样子 他就是他本身的这个样子 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些年 从2017年开始 那我觉得他没有给我任何属灵的压力 就是他不会是很严肃的跟你谈什么问题 他做的都是在鼓励你 他说我就是当你的啦啦队队长 因为他从小时候做小女孩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相貌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啦啦队的队员 学校里边那些漂亮的女孩子可以 他就很想成为一个啦啦队的队员 神开始让他鼓励很多人 并且他把这个鼓励都可以看作一个他的事工 就是做啦啦队员 他就是在旁边给你鼓励 而且他的那种鼓励方式是发自他生命中间 是神通过他来给的鼓励 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是the widow's mind 就是他的先生突然去世以后 他本来他的先生是非常细腻 照顾他无微不至的 所以他突然一下子先生就被主接走了以后呢 他那个哀悼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走弯路了 他一直想我们属灵人嘛 那就要属灵 结果后来实际上就说人 属灵人还是人 你人就要经过正常的哀悼期 该哀悼的时候就哀悼 不要走弯路 结果他走了一段弯路又回来 再回到原点 再重新走一个哀悼的过程 然后就会相信有一天 就会度过的 然后这本书 他就写给了很多 这个 有这个会遇到这样经历 或者已经在这个经历的人 实际上他成为正式的专业作家 是他从他失去了他的丈夫之后才开始的 都60多岁了 然后后来他又经历了一次癌症手术 那是患的是肺癌 然后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一点一滴的感受都记下来 又出了他的这个在病床上的那种经历的一本书 所以呢 他的属灵的财富是我认为是与他的生命同步 同生长 然后同分享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随时的帮助 我们就随时记下来 然后随时分享 即使到现在虽然他已经安息主怀 他不能够给我回邮件了 但我会去上他的网站上边 去看他是给别的那些读他的网站的那些人的回应 所以就说他的那个网站实际上还是活跃着的 还是可以去上边买书 还是可以去读他的这个书 而且呢 我们纪念他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 我就发现这一次我对他的哀悼开启了我一个新的经历 我从来没有哀悼一个人像这一次这么长 现在已经一个月了 非常密集性的哀悼他 这种哀悼就是写他 读他 然后讲他 然后我放下了我手头所做的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简单啊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啊 本来英文版的那个邱雨卖力已经这个上个月应该这个出版 然后我说放下来 现在就都把他放下来了 然后我想的话 今天跟你们谈了以后 然后等到那个使者六十周年 结束了 然后可能我要回到我的新的写作中间 而现在我写的这个拆书卷的这个 和我的属灵情义的回忆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写 而且是写着先为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内心有需要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的写作是反市场方向的 就别人都是为市场而写 我呢是从我的心理的需要 我心灵的需要那个角度来写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想一想 可能这个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 像这个蔡淑娟啊 她的那个写作和中国玛利亚 他们非常会这个写了 然后发表了以后 然后又来来访的人都一本一本的带走 他又建议人家去买他的书 也建议他们买给朋友们 所以蔡利安女士她说 我从中国玛利亚和蔡淑娟那里也学到了 所以你看他的网站上非常活跃 他的那个儿子还在帮他做这个 他们本来就是同工 对就是这个网站 所以大家呢就欢迎上去去看 上面有太多的内容 如果在中国的姐妹 像刚才的那个Angela 你要想读懂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机器翻译就可以了 很好懂的 他的那个写的 因为他写的时候就是考虑到 这个读者就是要用最生动 最平时的讲那个方式 来让大家读懂上帝的心意 上帝在生命当中的作为 所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那个Angela的回应 非常让我感动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美国的时候 就觉得基督使者协会是一个协会很有名 背景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是忽略的 后边有神安排的一步一步 像李曼家族查理李曼 他是1784年 1874年去的中国南京 那个时候去中国可不像现在去中国 而且他就是去了 就准备在中国一辈子 然后现在他的目的也是在中国 在南京的一个基督徒的目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关注的时候 能够被这些为神献上自己生命的 这个李曼家族献上感恩 我们要看到背后 这些奠基人 不只是周祖培牧师 蔡立安女士 蔡西惠牧师 实际上是从李曼家族那个地方开始 那李曼家族姓主又是怎么样 所以所有的一切 一定是在背后有神的手 蔡西惠牧师的这个父亲是做刺绣生意的 所以呢 这个我不是这个拿着一个刺绣作品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姐妹 她叫Alan 阎亦颖姐妹送给蔡淑娟的 她买的是中国的那个熊猫的那个刺绣啊 然后那刺绣你知道 如果你翻过来看 你就发现背面是乱乱的 你在刺的时候 你按照一定的手 但是那个针线脚啊 就很混乱 但你把它翻过来的时候 啊 你看到原来是这样的一幅美丽的图 我们在神的手中 就知道像蔡立安女士 她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 她做事情一定是按照圣灵的带领的 像她的这个高龄 我是不敢去打扰她的 我是本来我这个人就就是比较这个有点说边边那种那种 但是呢 她真的是感动了我 她主动的跟我联系 她不断的主动的给我找一些事情 比如说给她的只有八分之一的这个曾孙女起的中国名字啊 她会找一些事情让你跟她一起做 所以我们的这个鼠灵的情谊后来建立起来了 我都经常的发愣 因为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老妈妈 她就是在她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光阴里边 她就是用她的生命来扶持我 然后我其实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一起唱 一起笑 一起谈 就非常开心 我觉得鼠灵的这个姐妹们 或者是鼠灵母亲的孩子 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的滋润 她的生命让我看到了人可以活到老 非常滋润 我在想这是有一个鼠灵的经济学 就是当你越分享 上帝就给你越多 我也有和Linda一样的感受 我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和她后来的照片 然后我后来就真的发现 她最美的时候是她后来的这些年龄 越发的荣光 尤其是她那个头发是这个银发的时候 我画她的时候我画的是银发 她说呢 我记得到你这幅画的照片 我都一开始没有认出来是谁 她说我以前的那个头发呢 是染成淡褐色的 然后后来突然一下不染了以后 三个月内就突然变成了银发 她说我非常爱你的这个银发 因为圣经里边说这个银发是艺人的荣耀 是上帝给艺人的 是彰显着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后边这幅画也是我画的它 而且呢就是在她的追思礼拜上 然后也这个这幅画也摆在了她的追思礼拜上面 我是特别感恩 所以我们就在这幅画里面